8月19號這一天 菲律賓的巡邏艇 我們看到這兩艘 一個是加巴凱號 還有一個是恩加諾甲號 在仙兵礁和中國大陸的潛艇 做了一個對峙 艦艇做了一個對峙 我們來看到菲律賓的方面 特別說呢 這個非常的 中國大陸的行為具有侵略性 包括了恩加諾甲號的甲板 他說被創出了一個破洞 另外一艘也遭到了兩度的猛撞 那中國大陸當然也態度非常的強硬 他反控菲律賓兩艘海警 根本就是非法的闖入 責任在非方 那我們也帶您稍微回顧一下 中國的外交部才在8月16號 指責菲律賓擅自進入仙兵礁 而且長時間滯留 侵犯了中方主權 隔兩天 非國政府就駁斥中方 強調仙兵礁是非國的領土 6月才在仁愛礁爆發衝突 我們知道7月好不容易安靜一下了 為什麼中非8月 這時候又在仙兵礁又有衝突 鄭東老師怎麼解讀 好 三個理由 第一個事情當然說我們要看到就是說 因為最近美國 澳洲跟加拿大 以及菲律賓在菲律賓這邊演習 然後接著就是菲律賓跟越南的聯合演習 雖然跟越南的聯合演習 它主要是海警 而且是收救 人道救援這些任務 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菲律賓的這個 它的國際的合作夥伴越來越多 甚至現在在傳出來說 連德國都有可能跟菲律賓建立軍事合作 所以說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菲律賓就認為說 它可以在南海上跟中國大陸有更強的 更強的底氣可以要的更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背景 但第二個我們也不要忘記就是說 在前不久也發生過就是說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的這個飛機 在黃岩島附近有一些摩擦 當然就是菲律賓方面指責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這個飛機 把一些干擾物丟向菲律賓的飛機 這是菲律賓方面的一個指控 它也拍了一些影片 所以當然這件事情就會使得菲律賓可以有一個理由說 它可以再有一些比較積極的動作 去伸張它的這個所謂的主權 那根據菲律賓方面的說法 就是說這個所謂菲律賓的這些船隻 是要往菲律賓的一個島嶼 叫做這個飛信島 去進行它的這個任務 在這個經過的過程發生了這件事情 那飛信島其實是菲律賓已經去 就是目前它實際控制的一個島嶼 菲律賓沒有特別 菲律賓媒體沒有特別提到先賓交 但如果我們在菲律賓國內政治看的話 它就可以找到第三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是什麼理由呢 就是說菲律賓目前國內最討論最熱烈的一個題目 就是一個叫做郭華平 這個Alice 郭 那它因為是這個Tarlick的一個小鎮的市長 然後呢它現在潛逃了 因為就認為說它好像有一些非法的海外的這些賭博 這些參與這些賭博的這個事情 這些事情商業活動 然後呢現在認為它違法 就要調查它 就調查它的時候它就潛逃出去了 那所以當然整個菲律賓政府就要去調查了 就是說到底是誰讓它出去的 為什麼它已經 因為這個其實BBC在7月就報導了這個事情 結果現在8月他們現在開始在調查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而這一位市長呢 除了他身份不明之外 到底是在菲律賓出生的菲律賓 華裔的菲律賓人 還是他從中國大陸出生 然後到了菲律賓 這件事情搞不清楚之外呢 他曾經捐款給這個現任的總統馬克思 在馬克思競選的時候 所以如果從這個國內政治的角度來說 菲律賓在這個時候 在南海上有一些積極作為 其實是有助於這個馬克思政府呢 去轉移民眾的焦點 對 因為這個問題在調查下去 特別是他現在 他能夠潛逃出去這些事情 對馬克思政府當然是很大的一個挑戰啦 就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嘛 就是說你這個儘管系統其實出了很大的疲漏 好 我們看到這個非洲的衝突正在加劇之際 美國的角色我們也放進來看看 美國這一次又有什麼樣的角色 國務院的發言人巴特爾在事後表達說 譴責中國的船隻使用這些魯莽的行為 故意和飛方的船隻做相撞 甚至搬出了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他甚至說這個條約是適用在南海任何地方 對菲律賓的武裝部隊還有公共船隻或飛機的武裝攻擊 話說得很大聲 不過我們要看到軍事上面的部署 這個美方他現在的整個航母的部署 我們看到畫面中 現在這幾艘航母到底位在哪裡 一艘是華盛頓號現在在橫須賀嘛 另外一個是林肯浩 現在也在因為中東的關係 這邊衝突很多 趕赴中東 在菲律賓附近就沒有任何的航母 目前在菲律賓附近的只有美利艦號的兩棲突擊艦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說 美國在南海這麼常搬出美飛共同條約 可是跟真的沒有使用過 他是有其他的考量嗎 還是真的不敢 鳳馨姐怎麼看 先兵交期大概在今年2月的時候 美國媒體就已經開始 還有菲律賓的媒體就開始熱炒 那這個熱炒的目的呢 那麼菲律賓這邊是 或者是這個西方的媒體指控的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漁船在這邊活動非常的多 是不是打算在這邊填海造路 要把先兵交 那整個的這個造路造起來 可是他們現在指控說 中國大陸做這件事情 他實際上有沒有做這件事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讓菲律賓重視先兵交這附近的活動 然後緊接著後來就變成了 是菲律賓的相關的這一些軍艦 還有這個軍事的這些船隻 就在這邊活動非常的活躍 好 那這個時候會讓中方覺得說 你是不是想複製仁愛礁的坐灘事件 你派一個破舊的軍艦然後來這邊 然後就坐灘在這個地方 然後接著就把先兵交整個佔領了 所以雙方在這件事情上面 都已經出現了這個兵家必爭 然後絕對不可以退讓的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容易點燃雙方的衝突訊號的 這跟之前的仁愛礁的補給事件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不管 可是問題是 其實仁愛礁 無論如何菲律賓是坐灘成功了 到今天為止 這個馬德雷斯號也沒有被拖走 對 可是先兵交它還沒有坐灘的情況之下 我不太相信說中方會讓菲律賓複製仁愛礁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部分是勢必要讓它阻止在這外面 那但是你說美國會參與到多少呢 我們就以六月份的仁愛礁事件來看 六月份仁愛礁事件那時候呢 其實菲律賓它是趁著夜晚 然後趁著大家不注意的情況之下 然後希望是用特種部隊來強行登陸的方式 運速補給 結果被中國大陸的海警 那麼整個的攻破之後呢 不但把槍支給沒收了 而且呢 說在撞的過程當中 就發生了母子斷血的這個事件 發生了流血事件 那麼理論上來講 菲律賓有很好的理由要求美國 就要執行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那麼當時菲律賓也要求了 但是美國當時呢 他說這個條約我們隨時可以使用 可是私底下卻是勸菲律賓說 我們真的不要再用這個條約 如果在人愛礁這個事情上面 發生了流血衝突的事件 其實那個時候也有包括了 武器的被沒收 還有包括了船隻的這一個 這個損毀的一個狀況 在那種情況之下 美國都說我們不要動 我們不要動 逼得菲律賓到最後 就吞下來 然後呢 他們就說這是個意外 然後呢 雙方並不願意把衝突給擴大 然後所以之後呢 菲律賓的外交部 跟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還談出了一個補給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協議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美國話可以說得很大聲 但是以他目前在烏克蘭 尤其是在以色列跟加薩走廊的 焦頭爛額來看的話 他不可能在這個地方 希望重新開闢戰場 所以我們可以說 菲律賓如果他因為內部政治需要 他必須要在這裡創造一個衝突 但是中美都不願意讓這個衝突真正的發生 嗯 那延續鳳馨姐幫我們看到 是不是美國現在也是航母主要停在中東這邊嘛 所以是不是真的 如果比起來的話 比較重視以色列 我可以這樣解讀嗎 老師怎麼看 我想我要呼應一下這個鳳馨剛剛所講的 現在一切都是選舉那個算計啊 你今天要這個搞事情啊 你搞清楚你後面是美國為你撐腰 現在在美國的社會啊 這個在所有處理對外的事情啊 這個不求加分 但求不扣分 所以你今天要比較一下 就是說你今天捏捏金兩 猶太人啊 能夠啊 對於大眾媒體的影響力 然後呢 你要這個非裔的美國人 在美國社會又有多少影響力 所以你根本就是挑錯時針 然後這時候來這邊窮攪和 但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啊 都是把話講得很滿 然後呢到了最後啊都是啊 這個七折八扣 這個偷金減兩 我要呼應一下 剛才這個鄭東所提到的 這個普丁啊 不知道用核武啊 恫吼了多少回 但是非核武大國 非核武國家 入侵了核武國家 也不是從這一次開始啊 這一次我們知道烏克蘭是非核武國家 他入侵了俄羅斯對不對 可是早在1982年的時候 普克蘭阿根底就已經啊 這個入侵了啊 這個就是一個核武大國叫做英國 英國那時候也沒有把核彈拿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核彈啊有它的真正的效用 但是呢 普丁的問題是 你吹了個半天 哦我這個要用核彈 那個要用核彈 等到人家真正打進來之後 所以呢弄得自己灰頭土臉 所以我們就知道啊 其實各國的政治人物都差不多 兩岸的政治人物也是一樣 經常把話講得很滿 哦地洞山搖 哦我要獨立建國 弄了個半天 都永遠是在那邊啊 嘴巴上討個痛快 但是呢 你叫了真正實力說 哎呀左啊 這個 哎呀這個有問題 那有問題 都是這個樣子 嗯 別的沒有 我發現政治人物啊 這一點還真要是啊 真正很像啊 是謝謝張靖老師補充 好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襲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敬善 環球發展現